大家好我是王炳芬 我讲的风格是只讲干活不说废话 在我所讲的这种知识点当中 无论是案例还是知识的分享 只要一说到伤官 很多人都比较感兴趣 因为伤官是一种充劲十足的一个诗神 他就是个性就伤官的人 他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 那么在诗神当中 对伤官的关注和分析也是比较多的 他跟七杀一样 有杀先论杀 其实也是有伤先论伤 就后面来说你伤官是很突出的 你有伤官 我们先要关注这个伤官 那么比如伤官见官 他的前提是关心是用神及神 伤官是凶神是继神 那么这种情况下工作事业会不顺利 其实无论男女都是这样 工作事业会不顺利 由于关心 代表你的领导 代表你的工作 代表你的责任感 代表你对规则的遵守 如果你不遵守这个东西 你有官非口舍 甚至有牢狱之类 犯上作乱 那么女命伤官见官的 感情也不是很水利 夫妻也不合 因为关心也代表丈夫 她容易去离婚 那么我们说伤官见官的这种 这种八分 如果运行七杀大运的流年 其实也有注意 它是有这种血光之类不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伤官本身已经刻到关心了 然后七杀又来了 七杀就代表这种直接的伤灾 血光 是吧 而且见到七杀之后 本身还是有官杀混搭的 所以是呢 肯定有这种不好的这种相 另外就女命来说 一个年轻的女子 很可能遭受这种暴徒 这种侵扰或者袭击 为什么 因为关心 对不对你的丈夫 你刻掉关心 代表丈夫被刻走了 那么七杀又来了 七杀代表一个情人 也代表这种坏的男子 关心可以代表好的男子 其他代表秉性不好的男子 比如是渣男 那么他来欺负你 那么你虽然就会受伤 而且呢 伤官他也会和其杀 就代表你把你丈夫刻走了 你和了一个情人 这个情人呢 却是一个渣男 他就伤害你 另外伤官见官 他也是有化解的 最好呢 就是走这种财心来通关 走财心通关呢 就是官心就被生了 这是商 这是官 这是财 财来了之后呢 然后商官生财 财代生官 那就非常的完美了 这就去到一个通关的 当然呢 也可以用硬性 也可以用硬性 硬性的前提就是 你的官心不能太弱 你的官心不能太弱 各自作用硬性的情况下 用硬 官生硬 硬财 也可以 硬财也可以 抬心呢 是官心弱一点也没问题 因为有抬就生官 就把抬心给生光 把这个官心给生光了 但是用硬的话 如果官心太弱 官心要首先去生硬 官心就被泄化掉了 被泄化掉了 就对吧 他本身就偏弱 他还得拼命去生硬 然后再用硬来治这个商 那么对官心来说 他就有一点力不同心了 他说呢 这时候的这个官心 不能够太弱才行 或者是说 你没有这个官心 也可以 当你没有官心的话 本身就不存在 商官见官的问题了 就直接是商官配应的问题了 那就是另外一种格局组合了 好了 这节课 关于这个商官见官的 这个危害和化解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